说到史前生物 我们也许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恐龙了 在科学家考古的过程中 难免会对史前的神秘生物有着一些新的发现 而这些发现对我们人类探究地球的起源 以及物种的进化问题都为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每一次有新的发现时 科学家们的态度都是惊喜的 然而在惊喜之余 有的时候还会多了一些惊悚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往下看 来揭秘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 会让科学家们感到如此恐慌 说到给人类带来恐慌 我们也许会想到木乃伊等一类史前生物 之所以这么快想到这 也许是因为电影看多了的缘故吧 在电影中 它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灾难 要么是想统治人类 要么是极其暴力 让人类的世界陷入极度混乱 这些千万年前的人类 似乎被保存得十分完整 长相栩栩如生 说到这 不免会感到一些恐怖的气息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科学家的恐慌 绝对不是这样的天方夜谭的故事 不过硬要扯上关系的话 那我们今天讲的史前生物被发现的实力 也还真的跟木乃伊有些相似 因为它们都被保存得十分完好 仿佛时间的犀利 并没有给它们的外貌带来多大的伤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木乃伊被保存得完好 是人为的防腐技术 而这些史前生物 是隔几万年被发现 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这就要好好地归功于 大自然这个天然的冰箱 我们知道 我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层 新鲜的食物 放进去大半年甚至一年 拿出来还是非常新鲜的 而这些动物的尸体 被大自然天然地冷冻起来 历经了几万年 免受风吹日晒之苦 最近有这样一篇报道 记载了一群寻宝人 你怎么会突然 lover 起床把火灵状 窝are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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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